186.人民日報海外版 發掘傳統文化資源優勢集聚民創產業重大項目 文化平山建設多點開花 2015年7月22日文化深圳07樓曉聰趙鵬飛樓曉聰趙鵬飛 近年內,深圳市平山新區文化平山建設大動作頻出 今年5月13日,一場主題為見證與共生的雕塑藝術題名 請展拉開了第十一屆文博會平山新區分會場的序幕 本次雕塑展特別邀請劉大維、欣雙喜、黎明等多位之名雕塑藝術家擔任顧問 會集深圳本土雕塑家及廣東省雕塑名家的100件作品參展 以回顧改革開放為主,對記載、體現廣東、深圳改革開放具有歷史意義的優秀雕塑作品進行梳理 回顧和展示,向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三十五週年獻禮 文化的厚度,決定平山的高度 平山新區成立六年來,一大批文化創意產業項目分子搭來 樂滬平山新區元平山河馬聯山一線打造的文化產業 以東中精神為代表的紅色文化 有移民文化紙巾 以大萬世居、要古文化、麒麟文化為代表的傳統客家文化 有好山好水好風光 以馬聯山為代表的原生態文化 平山之於深圳、經濟上是後發 而文化上得先機,新區成立以此 新區黨工委、管委會就把推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 建設文化平山確定為一個基本的開發建設戰略 對文化的高度認同 加之深厚的文化底穩 為新區人的文化追求提供了廣闊空間與無限暢賞 平山新區成立以來 積極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文化強使的戰略決策部署 高度重視文化建設 新區的第一代建設者 為了讓市民在平山實現私以地棲居 在新區拉開大開發大建設圍幕 五大新城戰略目標初立之時 就高舉文化大旗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 全力打造文化創意新城 新區把文化創意產業納入新區的綜合發展規劃 制定了平山新區文化產業振興發展規劃 出台了新區文化產業扶持政策 成立文化產業專項扶持資金 制定平山新區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 進一步加大文化產業的資金扶持力度 平山新區積極宏洋東中紅色文化、客家民族文化、打造現代創意文化、建設文化 平山、新區堅持持握兩手 一方面,積極保護開發傳統的文化資源、不斷挖掘歷史文化 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文化旅遊、影視動漫製作、景觀設計等文化創意產業 打造新區新的產業增長點、文化家產業、國際創意局初遣輪廓文化的厚度、決定城市的高度 幾年前,平山還是深圳相對落後的邊緣地區 如今這類已吸引了華爾兄弟、文匯海外華民傳媒、中視新影數字傳媒等連 H.大型項目,帶項目緣何落地平山?我們之所以把項目放在平山新區 是因為這類和東部華僑城相連、地理為之優越 另外,新區人進的多個大型文化創意項目可以形成一個產業鏈 將成為深圳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新熱點 一位投資平山文化產業的負責人曾如此表示,擁有良好的生態景觀資源 有著深圳不可多得的全量發展空間 平山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條件上得天獨口 在馬聯山腳下,有一處藝術未濃郁的產業園區 這就是深圳市首個以雕塑產業為主題的文博會分會 每場平山雕塑藝術創意員,打造平山雕塑藝術創意員 充分將顯了東部新城的文化追求 六年來,這文博會之勢,平山新區堅持大思路 大投入、大手筆,推行大項目帶動戰略 積極引進文化創意產業大項目 2012年5月,第八屆文博會上 平山新區與華爾兄弟簽約引進了華爾兄弟文化城項目 總佔地69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186萬平方米 總投資130億元的華爾兄弟文化城 將打造集影視、娛樂、旅遊為一體的大型影視文化產業中合體 成為未來中國南方定位最高端、產業鏈最齊全、配套最完善的影視文化產業基地 成為中國版的好萊塢、該界民博會 新區環引進了總投資達151億元的卡曼國際文化旅遊小鎮項目 以及中全文化產業、深圳、基地等兩大文化產業龍頭項目 2012年7月,創作個美女與野獸、阿拉丁、獅子王等好萊塢經典的世界頂級動漫製作團隊 在美國肯導動漫影業簽約落湖平山,2014年5月,第十屆民博會期間 平山新區人進文匯海外華民傳媒中心項目和中央新影傳媒體文化產業成項目兩個項目 其中前者簽約36億元,後者簽約90億元 為進一步促進平山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助推深圳文化創意產業騰飛、平山新區提出打造深圳國際創意局 把創意文化園平山河馬聯山一大佈局 據了解,深圳國際創意局規劃面積達40平方公里 計劃打造成為華南地區文化創意產業創新要素集聚區 體制機制創新區和深港澳文化創意產業合作示範區 預計2020年總產出超過1000億元 平山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主體將會在未來的幾年時間得到發展壯大 平山新區也將成為具有世界水平的創意產業集聚區 一片英雄的紅色土地,平山,是當年東江中隊的誕生地 也是東中司令員增生的故鄉 七十多年前,在抗日風火中誕生的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中隊 增在者裡肉血分戰,抗擊日溝,用鮮血和生命著就了文名 南越的東中精神,東中歷史給我們留下了十分寶貴的紅色資源 東中精神更是成為者座特區城市的重要根脈 我們堅負著全城和弘洋東中精神的使命 平山新區成立之初,新區第一代創業者 就對弘洋東中紅色文化形成了高度的認同 六年來,新區充分依托東中紀念館這一紅色基地 不斷滑掘東中歷史文化內核,廣泛開展東中主題愛國主義教育 全城和發揚東中精神,以東江中隊影視劇為載體 多角度、多形式打造東中文化品牌,大力宏揚東中紅色文化 2010年12月19日,著名抗日將領 東江中隊司令員增生同志誕誕一百週年當天 平山新區黨公委、管委會與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會 華夏文化促進會、深圳市東江中隊老戰士聯議會 聯合朝開紀念增生同志誕誕一百週年座談會 2012年10月12日,新區黨公委、管委會舉行東中精神、光照後人 東江中隊精神研討會 2013年是東江中隊成立七十週年 平山新區精心策劃和組織了一系列主題活動 2014年8月,由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拍攝的大型革命歷史紀錄片東江中隊在深圳舉行開機恩3F 2014年10月18日,由深圳市委、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主辦、市委宣傳部、市市自辦、平山新區城辦的東江中隊成立七十週年歷史圖片展在京隆中開幕 2014年12月,紀念東江中隊成立七十週年大型文藝演出 受到官署留楚師、保護和傳承東中這筆精神財富 大力弘揚東中紅色文化,讓東中精神光照後人 以成為新區上下的共識,並化作一個個堅實的行動 平山也是客家之鄉,這裏有遠近文名的平山武麒麟、坑子腰谷 有以大萬世居為代表的客家民族文化 新區成立六年來,在弘揚客家傳統文化方面同樣不為餘力 為了傳承客家文化 2012年,新區投入數千萬元,對大萬世居進行了整理、修善 大萬世居成為民博會的客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市區 在此基礎上,市區由投資2450萬元修善保護大萬世居客家圍屋 風土人情進行保護和開發、東中紅色文化和客家文化 是平山新區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深入發掘和保護者者文化資源 努力傳承和弘揚東中紅色文化、客家民族文化 成為新區人之之不倦的追求 馬聯山陸、平山後兩岸、一具洋傳統文化、紅色文化、生態旅遊文化 現代創意文化為一體的文化產業國際創意谷正玉展次高A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